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手中的这种共和纪念币 十文铜板 目前在收藏市场上面的价格行情 共和纪念币十文也好 二十文也好 在收藏市场上面 都是略微少见一点的品种 那么在童言谱上面 有些把 我手中的这种 十文 它定为的是九级 有些定的是八级 除了这种十文之外 共和纪念币 它还发行有二十文 二十文 它的普级是八级 在铜板里面 九级和八级币 在收藏市场上面 都是略微少见一点的品种 而且相对于普通铜板的话 它的价值要高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手中的这个十文 一般 币值这一面 是它的正面 中间是十文的字样 然后边上 它是一种 五股的这种图案 所表达的意思 所表达的意思是一种 五股风灯 然后下面是英文的币值 tun cash 十文 这一面 是它的背面 上面是中华民国 然后共和纪念币 也就是这种 十文 铜板 它的品种 是中华民国的 共和纪念币 然后正中间 是交叉的 两幅五色旗 一般我们也简称它为 双旗 它的铸造年份 是1913年 那么在这个盒子上面 也标注的 非常的清楚 共和纪念币 十文 它是意大利级雕刻师 路易斯乔奇设计 是当时天津的造币厂 铸造的 像我手中 这种支口非常清晰 传世的状态 流通磨损 并不是特别多 评级是XF45分 这种好品 目前在收藏市场上面 大概就是300左右 那么精品品项的 比我手里面的 这一枚包浆也好 还有就是 整个状态也好 都很漂亮 能达到精品品项的 那么在收藏市场上面 至少都是五六百一个 如果比我手里面的 这一枚要差 流通磨损 包括科碰相对多一点 那么价格在 100左右 20文的价格 要比这种石纹 略微高一点点 还有就是 这种 共和纪念币石纹里面 有一种非常昂贵的 千字版 也就是意大利级的雕刻师 路易奇 乔奇的签名 一般在这个位置 如果发现 千字版的话 非常非常的珍贵 目前在收藏市场上面 至少都是价值 几十万一个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 夜市价值高的 钱币 在市场上面 房品都是非常多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收藏 转发 谢谢大家